在许多人还没有使用5G个人业务的当下,5G网络已经悄然走入智能工业领域。 近日,由沈阳某机器人制造商研发生产的5G巡检机器人已经进入实测阶段,并和多家大型企业达成销售和合作协议。 3月25日,记者就前往机器人生产厂商的研发中心,见识了这台走在无线网络应用前沿的5G巡检机器人。 自2018年12月份起,辽宁省通讯商就率先在多个工业厂区布设了5G应用示范区。 其中,沈阳某机器人企业就依托智能机器人和工业4.0技术进行云端机器人应用示范,包括智能巡检机器人、AGV机器人、工业机器人应用等。 在借助5G大带宽、低实验等特点下,机器人采集到的海量图像、影像等数据可第一时间传至后台,不会卡顿也不会延迟。 这让画面中的这台5G巡检机器人可以真正的达到实时反馈。 我们这款智能巡检机器人呢,它是基于无线的这种网络通讯的技术,可以通过远程实时的操控这个机器人。 类似于我们驾驶汽车,我们在中控用一个方向盘,可以实时的操控这个机器人。 我这个机器人身上呢,配备了多种各样的传感器,可以将四路的视频,包括三路高清和一路红外夜市的视频,传回我的主动视频。 据悉,目前5G工业设备还处在探索和实验阶段,但是其强大的功能已经为其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像画面中这台进入了实测的5G巡检机器人,已经被多家大型企业订购,未来人们也会在更多的公共场所见到它。 未来可以应用在机场、高铁、大型的运动场馆、工业园区、政府园区这些户外的有场景。 据了解,这台5G机器人不仅依托于5G网络的发展,也将为5G网络在工业当中的使用提供便利条件。 一方面,5G机器人的投入使用将为5G网络覆盖、基站建设等方面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式,依托于机器人来调整基站天线发射方向,实现覆盖范围的动态化。 另一方面,以机器人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制造技术,在设备厂商的大规模推广和应用,也将极大程度的缩短5G技术的全面面试时间。